亲爱的观众们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跟你讲地鬼故事 买屋还是租房子的人都怕买到 还是租到凶宅 那么我们要如何简单地辨别 这间房是否有阿飘 待会儿影片结束前 我们来研究一下 那么在台湾如何辨别该屋建为世古屋 是有一系列的标准作业程序 以后再做一集给大家讲解 那么世古屋通常价格 都会比正常的屋价来的便宜 屋主对于这种事情也很无奈 通常都只希望赶紧把房子售出 免得厄运找伤自己 对房屋中介而言 老实说 凶宅买卖快 相对一般物件是比较好处理的 所以也不是没有市场的 尤其是投资客 毕竟投资客买了 也是转租出去 不然就做民宿短租也是可以 那么今天 这则故事是到底有多吗 居然让屋主决定放弃将屋子 再出租于别人的想法 宁愿把屋子锁起来 以免再祸害人间 那么 这则灵异故事 来自灵异公社的罗先生所分享 故事是这样的 这是一则真实事件 发生在台中的故事 世古屋是一间公寓室的老旧房子 这间房子 原本是租给一对情侣学生 到大四块毕业时 男方结交了另外一个女友 也就是劈腿了 并对现任女友施暴 长期下来 女方受不了这种折磨 选择了上吊自尽 结束了22岁的生命 男方隔日回家后发现 立刻报警处理 房东也住在台中 得到警方通知后前来 并通知了女方的家人 房东也做了相应的法事 处理该房子 希望王林能够得到解脱 放下悦念 这种问题 房子虽然常见 但老实说会挺让人害怕的 毕竟人死后 一口气要吐出 但是 上吊的人那口气是被勒住的 等于是他死的时候 那口气仍是聚在体内的 尤其是自杀的人 那时心情是低落 怨恨跟痛苦的 而那股怨气跟痛苦 就累积在死者体内 过了一些日子 房子顺利再度出租 第二起上吊事件 发生在一对 从南部上来工作的姐妹 由于房租不贵 他们决定一起合住 住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经常感觉 屋内有东西 莫名其妙地掉落 姐姐也经常在半夜二点 去到固定地方 上吊的位置 出现 妹妹对此感到奇怪 询问姐姐多次 但姐姐总是说在睡觉 过了三个多月 妹妹被吊到夜班 有一天早上回家后 发现姐姐上吊在客厅装潢梁上 吓得哭不出来 家长和房东 也通过警方通知 陆续前来 并进行了相应的法事 第三起上吊事件 发生在房东 决定出售房子后 房东委托房仲来 负责伪卖 房仲小姐在待看过程中 和同事 隐约看到一位女性在客厅 于是 在中午二点前 结束待看 然而 某天房仲小姐 在下午快六点 接到一个看屋的电话 硬着头皮待看完 回公司后 同事觉得她眼神都不对 看起来很累 次日 房仲小姐莫去上班 打电话也莫人接 后来人员清点钥匙时 发现凶宅物件要是不见 店长觉得有问题 赶紧前往该物件 结果发现 同事上吊在客厅的装潢梁上 家属和房主都到场 但这次没有做法事了 因为屋主坚决出售 之后不久 一位投资客买了该物件 知道这是有故事的房子 但以58万的价格成交了 投资客整理完后 再度出租 但对面邻居告诉投资客 房子不是已经出租了吗 晚上都能听到 有人在说话 投资客回答 没有人租 从此 对面邻居晚上 都不敢出门 第四起上吊事件 发生在投资客 委托房屋出租公司 代位管理和出租时 这位小姐有些灵异体质 建议该房东做法事 否则会一直出事 但由于对方是投资客 不想设计这方面 只把这问题带过 这位房屋代管租的小姐 成为第四位上吊的人 但不同的是 她是在家中清盛 第五起上吊事件 发生在对面的邻居家中 据说是被附身 她在家中上吊身亡 她的家属办完丧事后 不久就搬家了 期间 楼下和二楼的邻居 也受到影响 由于经济考量 他们不得不继续住在那里 第六起上吊事件 发生在房屋代管租公司 和投资客 解除代管租契约后 房东自己成租 成租人是一位单亲母亲 由于刚离婚 经济情况也不好 因此租下了这间房子 房东是北部人 所以房租都是透过汇款 大约八个月后 房东觉得奇怪 房租迟了二十天 还没进来 打电话也默然接 于是特意南下看 打开门时 浓烈的湿臭味 扑鼻而来 房东一看 发现屋内 有人上吊已经腐烂 地上的水都浅了 房东非常震惊 立刻报警 由于成租人是单亲 且没有家人 善心人处理了后事 并联系了特殊清洁公司 进行清理 特殊清洁公司 在清理过程中 超过下午三点后 每个进屋内的人都 感到非常不舒服 但还是完成了清理 后来这个案子 找了许多投资客 都默认有意愿买 或许是听完这些故事 全部退缩了 而且 他们都说了同一句话 这房子也太邪门了吧 根本在抓交替吧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投资客 很有种地想买下来 屋主也说好 但是在签约的当天 屋主对投资客 说对不起 不能卖给他 投资客一开始 还说是价钱不够吗 还是怎样 屋主他说 真的对不起 不是不卖 是我不想让你成为 那房子里的第七个人 至今 那间房子依然空在那里 未来只会有更多的灰尘机在房子里 至于里面的房客 或许永远就留在那个地方了 谢谢大家阅读这个真实的故事 也感谢指教 我把真实的事实说了出来 希望大家多多包容 这间恐怖的房子 连续抓了六个人的交替 实在太凶猛了 小编绝对相信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是亲耳听到的 也见过那间房子 不过这间房 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间牌屋 当时第一位房客 是上吊网声的 后来也请了法师处理 但就和故事的一样 接着 第二位房客一样 在屋里自尽 死了两个人后 屋主也是吓呆了 不知道如何是后 也请了很多法师处理 但是住客一般都住不久 不然就连夜搬走 无可奈何之下 在一位法师的指导下 决定把屋子拆光 剩下一片空地 让这片地晒太阳 屋子晒了不知多久后才重建 之后就再也没有传出 租客自杀的消息 也没有灵异事件了 那么 屋子如果变成凶宅 拆屋晒地 真的是个不错的方法 毕竟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是可以考虑的 接下来的第二则故事 是来自真实灵异事件 撞鬼遇邪故事群的原先生 故事是这样的 当年我在日本留学时 租了一个位于东京烈马区的 30平米公寓 一个人独居 在入住前 其实可以在专门的网站上 查询这个房子 是否属于心理瑕疵物件 比如发生过自杀 或凶杀案等 但我出来乍到 并不知道这些信息 中介也没有主动告知 所以被中介欺骗了 刚入住的前几天 我的睡眠质量很差 一方面是出道异国 让我感到有些不安 另一方面 我在国内习惯了 和家里的狗子一起睡觉 突然一个人睡 让我不太适应 所以 每晚都在潜睡中度过 我的床是公寓自带的 床底下是储物柜 上面是床 家层比较高 躺着可以看到 整个房间的全貌 然后 重点来了 大约入住一周左右的一天夜里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突然一阵恶寒惊醒我 全身凉嗖嗖的 头脑特别清醒 而且一直有嗡嗡声 回响在我的大脑中 我挣扎着坐了起来 眯着眼睛 摸到床边的手机 按Home键 可手机屏幕 还是黑漆漆的 根本没有动静 奇怪 我没关机啊 我又继续长按开机键 可还是一片黑暗 正在我摆弄手机时 无意中抬头 突然看见 黑暗中 一个朦胧的小女孩 正站在房间正中央 而且 脸朝着我的床 静静地望着我 她的脸模模糊糊地 根本看不清长相 穿着白色衣服 黑色长发 跟她对上视线后 我全身像触电一样 汗毛竖了起来 头皮发麻 后背仿佛过敏般 一阵阵电机感 如果是在做梦 那也太真实了 房间摆设 我的行李箱 电脑 甚至乱丢的书 都和平时一样 我下意识地摸向 床头灯的开关 可开关啪哒 啪哒刺耳的声音 在房间回荡 灯怎么也不亮 手机也打不开 那个小女孩 还是直勾勾地看着我 静静地 一动也不动 我冷汗直流 全身贪软 根本不敢起来 虽然我的上半身 可以活动 但两腿感觉有些软 但硬要起床下来 其实也是能办得到的 只是当时被吓得不敢动弹 头脑意识非常清醒 短短几秒内 想了很多可能性 是贼进来了吗 不可能啊 哪有小女孩当贼的 是不是在做梦 但脑子很清醒 没有做梦的朦胧感 难道真的撞鬼了 我才刚来日本 没几天就遇到这种事情 我就这样 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与她 对峙了不知多久 我甚至感觉一泡尿 都快憋不住了 最终忍不住 抬起颤抖的声音大喊道 卧槽 你是谁 要干嘛 房间里陷入一片死寂 那个小女孩 依然与我对视着 前谁 我想了一下 如果她是日本鬼的话 肯定听不懂中文 于是我再用日语说了一遍 之后 我记忆就变得很模糊 我昏过去了 再次醒来时 窗外已经蒙蒙亮了 灯也能开了 手机也静静地在枕头边 可以正常打开了 除了裤子有点湿润外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不过那个房子 我不敢再住了 从那之后 每天都开着灯睡觉 然后重新找了一个房子 一个月后 我决定搬离了那个公寓 后来 我一个学校的前辈告诉我 日本的事故房屋 是可以查询到的 于是我上网搜了一下 我之前住的那个公寓 结果简直让我惊呆了 那间屋子 妥妥的就是监事故屋 听完了第二则故事 小编就根据线索 在地图找到了贴主所说的 那间事故屋 在台湾和日本 如果要租房 还是买房 可以先到相关的网站搜索 避免买到瑕疵物件 接下来 小编要分享的是 十一种 你家有阿飘的迹象 灵异或鬼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不敢直接否定 他们的存在 毕竟看不见的 不代表不存在 而且还有一部分人们 也曾亲身经历 科学不可解释的现象 若是在外头 遇上怪异的现象 还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过 最可怕的 就是自己日夜住宿的地方 遇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像是自己的家 或是租房 一部分人 偶尔会遇上一些奇怪事 离生活最贴近的灵异事件 才是最让人惊悚的 根据外媒报道 国外的灵异师分析 若一间屋子 或是某个住处 有恶灵出现 房子一般会有十一个现象 从比较轻微的开始 第一便是忽然变得经常吵架 或第二是 经常有家庭成员生病 第三则是 事业忽然变得不顺利 另外第四个轻微征兆的 还有忽然间出现罕见昆虫 像是大量的蚂蚁 或黑色的鸟 本来没有的昆虫 与动物大量出现 第五个轻微征兆 则是家中宠物 无缘无故 对着某个方向吠叫 忽然变得毛躁 甚至表现害怕 接下来便是比较严重的 第六个征兆 家中的电器会自动开关 像是电视机会自己打开 来到第七个征兆便是 在家中明明只有几个人 而且都已经聚在客厅 却仍然可以听见 脚步声从家中其他方向传来 又或是一些哭声 甚至是喊你名字的声音 第八个征兆 是忽然而且没有理由的失眠 或是睡着后 噩梦连连 第九个征兆 算是比较可怕的 经常在住处看见一些 一闪而过的影子 甚至是烟飘过 第十个征兆 则可以在地上清楚看见脚印 第十一便是直接在墙上看见类似血污的痕迹 虽然不知道 这些征兆有没有依据 但是看着 还是让人心里发毛 只能说 即便世上真的有鬼的存在 那么不做亏心事 也不必担心 三更被敲门 亲爱的观众们 这集的视频 就告一段落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拜托各位点个赞 如果你有任何与灵异现象相关的真实故事 个人经历 或者是传承已久的传说 都非常欢迎您与我分享 您可以通过 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发送邮件 给我来投稿 最后记得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